大家好,我是梁医生 很多人都知道脾气特别大的人 肝活比较旺 但是我告诉你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脾气大的都是肝活旺 你都需要去泄肝活 如果你分不清 有可能越泄问题越严重 如果你平时爱生气 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我今天给大家来讲明白 你该怎么去调解 首先最常见的一种 就是肝活比较旺 因为肝再致为怒 所以说肝活一旺了 你就特别容易生气 通常这个脾气你根本压不住 碰上一点事都发出来 一点鸡毛蒜皮的事 这个人就朝你发脾气 并且一生气了之后 还容易头痛头晕 甚至有些年纪大的人 血压就蹭蹭蹭的往上冒 平时一生气气的还容易耳鸣 容易眼睛疼 眼睛特别的干 眼睛很不舒服 为什么 因为肝开窍于目 平时还特别容易 口苦口干 就是嘴里面特别的苦 经常发苦 还容易两肋胀痛 因为我们肝筋和胆筋 都是走入门两肋的 所以说 像这样的人群 一身舌头 舌头的颜色特别红 舌苔还黄的 是不是明显的干火旺了 你给它轻轻干火就可以了 最好用的一个药物叫做 龙胆泄肝丸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也会导致火旺 它叫做阴虚火旺 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做肝羊上抗 很多人一听肝羊上抗不也是肝火旺吗 其实肝羊上抗是指的 是因为肝中的水少了 水一少了 是不是火就相对于偏旺了 火旺了 它就容易往上跑 叫火性炎上 但是下面又有这种阴虚的 肝神阴虚的这样的表现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阴虚火旺了 你可以叫它肝羊上抗 它的表现 它也会有一生气 就头疼头晕 血压升高的情况 其实很多老年人 这种脾气比较大 出现肝羊上抗的这样的情况 特别的多 甚至还特别容易会导致那种脑粗中 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中风的问题 一生气 气得突然一下晕了 把身不随了 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多见的 但是它除了有这种上火的表现之外 它还有下面的经常腰吸酸软 经常的晚上总爱起夜 还有总是觉得头重脚轻的 总是觉得上面有火 下面还特别的虚软 那么有这样的表现 可能就属于是这种肝羊上抗了 那怎么办呢 你可不能光清火了 你得要滋阴泄火 那比较好用的一个药 叫做起菊地黄丸 起菊地黄丸在六位地黄的基础上加了 枸杞和菊花 它就有比较好的这种滋不干肾的作用 还有菊花的这种上青干火的上青头面的这样的作用 所以说就合适一些了 还有第三种人上火 他上什么火呢 就是他平时这个人特别爱生闷气 你看他脾气不是属于脾气很暴躁的那种 但是碰到事容易闷着 但是闷着闷着闷着过不了几天就给你来个大的 我们说就是生闷气 像这样的人是怎么回事呢 叫育而化火 啥意思呀 平时这个人肝气是郁结在这儿的 但是这个郁到这儿时间长了 就像是这个煤 我们说的煤炭堆到一块 堆的时间长了 中间是不是就容易高温 把我们节感堆的时间长了 中间温度高了就会自燃 你的肝气郁结郁到这儿了 郁的时间长了就容易生火 叫郁而化火 所以说爱生闷气 但是这个脾气也挺急的 只要是憋不住了 就来给你来一顿大的 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你要输干卸火 可以用一个药叫做家味逍遥丸 它又叫单质逍遥丸 就是在逍遥丸的基础上加了单皮和质子 它既能输干离皮 还能清干火 所以说对于这样的情况 效果就特别的合适了 那我们除了去应用药物之外 哪些穴位可以调解爱生气的问题呢 首先肝火特别大了的话 更建议可以用钛冲穴 钛冲穴在我们的脚上 在我们脚的大指和二指之间 顺着鼓风向上摸 一直摸到快到顶上 推不动的这个位置 这儿就是钛冲穴了 就在这儿 其实我们在平时按的时候 你怎样才能去卸火效果好呢 它前面在这个指缝这个位置 有个穴位叫行肩穴 行肩穴呢 它清干火的效果好 而钛冲的梳干的效果好 我们平时就可以呢 去从这个钛冲穴的向下 一直按到这个行肩穴 这一溜呢 我们都去按一按它 逆着这个肝精来 就有比较好的这种卸干火的效果 你平时呢 还可以去拿一个刮砂板 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刮砂板 你就甚至找一个笔 都可以去把这个地方呢 去给它刮一刮 按一按 用刮砂板的脚去刮一刮 对于呢 卸干火效果是非常好的 如果呢 你有这种肝穴上坑的问题 就是阴虚于下的问题的话 你要在这个钛冲穴的技术上 加一个叫做钛西穴 钛西穴呢 是肾的圆穴 它有比较好的滋肾阴的作用 我们肝肾同源 所以说呢 我们去用钛西穴 就有比较好的去滋补 肝肾之阴的作用 在哪呢 在我们的内怀间 到跟腱 连腺的正中间 这儿呢 就是钛西穴了 平时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多揉按一下 这个穴位 滋补干身的水 就我们下水不亏了 你再把上面的干火 把它给卸掉 是不是效果就特别好了 那最后呢 对于爱生闷气的朋友 我再教你一个穴位 叫做七门穴 七门穴呢 我可以有个简便找法 我们正常呢 是在第六类 就是乳头呢 是在第四类 顺着乳头呢 往下再摸两根肋骨 这个呢 就是七门穴了 如果你实在不好找啊 我们找到你的心口窝 心口窝往下呢 两寸 也就是呢 两个拇指的宽度 再往外旁开四寸呢 也就是大约呢 三寸再加上一寸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是比较简便一点 那么你可以 竹头往下摸两个肋骨就可以了 这呢 叫七门 七门穴呢 这个穴位呢 去横着去揉按 就有比较好的这种 疏干的效果 这个穴位疏干 效果很好 对于呢 爱生闷气的人 你要多揉揉 七门穴和太冲穴 爱生气的人 使劲揉 太冲和行间穴 如果你有点阴虚的 火旺的表现 可以去加上一个太吸穴 就可以了 好 那么如果你爱生气 知道自己属于哪种问题 并且该怎么调理了吗 本期课程到此结束 更多健康知识 请关注我 观看 观看